好来看到花莲县老人会在19号办理了市长辈长青撞球锦标赛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来开球 并且预祝80多位的参赛选手都能够推出好成绩 也提醒长辈们要多出门多运动还会健康 长辈们站在台桌前加持十足摆好姿势奋力一极 要角株撞球赛的最佳成绩 为了鼓励银法株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花莲市公所特别补助花莲县老人会举办市长辈长青撞球锦标赛 希望透过以求会友增进彼此友谊 19号一早市长魏佳燕也到场开球 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并预祝80多位参赛选手都能推出好成绩 也提醒长辈们要多出门多运动多健康 其实我们今年度规划了非常多的一个赛事 所有的市长辈的一些竞赛都在我们规划在县老人会 那未来也希望在年底或者是明年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 不管是上课的活动或是比赛 我们都能够持续的来推动 让我们老大人能够持续的动动脑 然后多一点社交的一些行为 那最后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的政委主席 以及我们黄大祥副主席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最后也要谢谢我们高明星理事长 那么努力的来规划一些我们的比赛 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会持续的来支持我们先打轮会 这次的参赛选手年龄成横跨65岁至90多岁 其中最年长的选手是93岁的黄胜堡 虽然动作比较缓慢 但打起球来却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展现出活到老动到老的坚毅精神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